暑假到来增进学生的英语能力大力大元国小举办暑期英语国际生活营 课程主题以巴西香港和德国为主 邀请外师规划歌曲交唱舞蹈创作等等 多元活泼的合成安排提升小朋友的参与度 也能从中认识异国风土民情 拓展国际视野 小朋友跟着外籍老师在台上唱唱跳跳 这节课是英语带动唱 透过舞蹈让大家更轻松的来学习英语 而大元国小也配合市府交易局 举办这个暑期英语国际生活营 来提升学统的双举能力 就是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上课 然后可以跟来自台中市各地的国小的小朋友们一起来互动 然后也很高兴主任帮我们举办这个生活营 我们这次总共有来自49个学校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营队的活动 那在这个营队的活动里面我们主要会有三位外师 那这三位外师有一位是澳洲籍的外师 两位美国的外师 那他们会带着各种不一样的活动 学校也表示 这次课程主题是以巴西香港以及德国为主 也邀请外师规划 除了歌曲交唱舞蹈创作拜 还有体育活动等等 来了解各地的文化背景 让小朋友可以不用出国就能体验到各国文化 我学到很新鲜又很有趣的巴西舞蹈 然后老师上课很好玩 教我许多关于巴西的东西 这个对它让我的英文变得更好 也有学到其他国家的历史以及他们的食物 还有一些风格 在美老方面我们自己亲手制作我们的舞台道具 例如面具还有排报 熟悉英语国际生活营多元活泼的课程安排 同学们的反应都相当热烈 而在增进英语能力的同时 也能从中正视到异国风土民情来拓展国际视野 学来出风台中采访不到